北京军区某部四级军事长贾元勇 在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时代 学信息化 钻信息化 干信息化 成为新时期信息化条件下的优秀士兵 这是八一前的一次军事演习 左路攻击群发起攻击 贾元勇驾驶某新型坦克参与其中 它在数秒内发射五发炮弹 全部冰冲目标 一项新的射击记录诞生 这次演习是我军 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期间的一次重大行动 重点是检验武器装备的使用性能 和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活力打击能力 贾元勇又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哪怕是慢0.1秒钟你就是败将 事关是军队的冰头将尾 贾元勇信奉的是冰头就要有冰的担当冰的本领 1998年刚刚入伍的贾元勇 就凭着要第一不要命而闻名 武功里越野他比大纲规定的优秀标准快4分钟 自动步枪射击 五发子弹打49团 夺全尸第一 手榴弹投掷 400米障碍等科目的成绩 全团新兵也无人能及 新兵训练结束 他在同年度兵中第一个拿到通信能手特级证书 贺余时间学习二炮手专业 三个月就突破全团装弹最高纪录 这炮弹足有七八十斤 那时候贾元勇一举就是一百多下 连毙力的时候胳膊肿了 手也破了 他还是咬牙坚持 凭着永不服输的顽强作风 贾元勇四年完成了别人九年才能完成的训练科目 第一个成为特级通信能手 特级射手 特级驾驶员的三特精兵 一次军区组织装甲兵实弹射击比武考核 远在千米外的目标时隐时现 最后一个登场的贾元勇 用心计算着风向风速 目测着射击距离 随着命令下达 他指挥坦克撤出射击地域 四次瞄准四次激发 硝烟散去 观察所惊奇发现 四发炮弹竟从一个弹孔穿过 四弹连一孔 考核组经过再三确认 这就是一个奇迹 如果我们的军队有一大批 像贾元有这样的士兵 我们英勇的部队 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无敌之士 将会更好地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党和人民赋予的力量